这绝对是熊猫界最操心的妈妈了 亚运带着娃在吃饭 看见宝宝要爬树 马上给弄下来 刚拿起一根竹子吃 孩子又上树了 正要吃呢 一看孩子又上去了 立马起来拽他 把宝宝拉下来 宝宝不服气 还要还手 这种管教只是暂时的 令人头大的是 有两个娃要管 这边刚把拉下来一个 另一个趁亚运不注意 也上去了 正教育着呢 一看头顶 愣住了 又给拽了下来 这边刚拽完 刚才那只又去爬了 好了 又来活了 亚运又去拉孩子去了 这只已经爬得很高了 气得亚运咬树皮 这气还没消呢 刚才那只也爬上去了 亚运跳起脚跑过去 把他弄下来 行了 这边算是管不了了 另一只又跑这边爬了 亚运妈妈马不停踢赶过来 爬木架上把他薅下来 熊孩子还吼妈妈 亚运妈妈心软了 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这次位置不好站 他就扶着木架把他扯下来 亚运营消停了 终于可以趴着休息会儿了 结果熊孩子发现妈妈旁边有小树 准备去爬 你说爬就爬吧 他还要踩着妈妈头上去 这不把妈妈踩醒了 亚运一看又上树 打了个正着 试图把他扯下来 快下来了 亚运想垫个背给他踩着 结果他踩着右上 亚运一看又得把他扯下来 就这么忙活了一下午 没咋睡觉 亚运妈妈可太不容易了 还好有奶爸奶妈 已经到了 快下来 学习 官员 出品 行 出品 出品 感谢观看